天津一家四口吃了顿饺子,竟有三人当场毙命,唯一活下来的还在医院里抢救,警方上门调查时都差点殉职,然而当真相揭露后,却令人出乎意料,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点个订阅不迷路,果然离谱为您申巴社会上的奇闻一事,事情发生在2015年7月6日,上午10点半左右,天津市公安局突然接到了一起报案电话,对方称,自己的邻居老些一家被人投毒了,现在已经死了两个人了, 情况十分严重,警方一听,迅速赶往了案发现场,当来到副食品批发市场的一处平房内,只见屋内凌乱不堪,一名女性倒在了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而床上躺着一名年纪不大的小女儿,同样也已离开了人世,根据报案人邻居所说,老谢他们家有四口人,一对夫妻和两个女儿,一直生活在隔壁的房子里,就在上午的10点钟的时候,有人敲响了他家的门,打开一看是隔壁的老谢, 传着粗气,还十分虚弱地扶着门说,帮我报警,快救救我的家人,说吧便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邻居见识不对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当民警赶到现场, 发现男主人老谢,还有13岁的大女儿还有呼吸,就让救护车将他们拉走,送到医院进行抢救,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短短时间内,两人离奇身亡,还有两人在医院抢救,想想都觉得古怪,警方势必要找出真相,于是就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第一次勘查,首先他们发现在床的两侧都有一个盆,里面是呕吐, 而地面上还有打破的杯子,洒出来的水,还有一部分不知名的东西,可以说现场是一片狼藉,其次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打斗的痕迹,就连门锁也是好好的。 民警还对谢家现场的足迹进行了提取勘验,发现只有邻居还有急救人员的,所以说确定了没有外人进来过,警方第一反应是食物中毒,要不然就是有人投毒,毕竟两名死者的身上看不到任何的伤痕,连束缚的痕迹都没有,为了确定毒物的来源,侦查技术人员将谢家里里外外出现过的食品,甚至水源全部给提取了个遍,还没等结果出来,医院方面就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所以谢家的男主人还有13岁的大女儿已经苏醒过来了,可是他们随时还会有生命危险,因为病症还没有完全的解除,这下民警急急忙忙赶到医院,希望能从他们的口中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很快在医生的允许下,民警对他们进行了简单的询问,例如昨天晚上吃了什么了,中午又吃了什么,这才了解到谢家四口人中午吃的云吞和丸子汤,而晚上则是吃的韭菜馅饺子, 警方猜测会不会是某种食材出现了问题呢,民警对饺子云吞等食材来源进行了追踪,在追查到肉铺还有饺子皮等店铺后,都分别取样做了检验,可是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因为不管是之前送检的呕吐物,还是后来取样的猪肉,饺子皮等都没有检测出有毒的物质, 也就是说谢家人不是食物中毒,那么母女俩又是怎么死的呢?警方在谢家人的食物水源中没有查出有毒成分,可明明他们一家四口,出现的就是中毒的症状,意识模糊不清,还浑身抽搐。 甚至还有呕吐的现象,既然跟吃喝没有关系,难不成是接触了有毒的物质吗?可是根据谢家人的情况,也没什么机会能接触到有毒物质,谢家人并非是本地人,他们是从东北过来做生意的,在市场里买卖散白酒,白天男主人在外忙碌,而女主人就在家照顾两个孩子, 一家人也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也没有出过室,怎么这次中毒事件如此的离奇呢?于是民警决定对他们前一天的行踪,进行调查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通过院外的监控,看到女主人带着两个孩子,先去买了蔬菜,之后又到了一家药店里买药,民警不禁的好奇,女主人到底买的是什么药,会不会是药物的缘故呢? 然而,在对药店的工作人员询问后,却发现售卖给他们的都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感冒药,几乎是不能够治人死亡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呢? 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为了揭开真相,民警再一次来到了案发现场勘察,试图找到一些遗漏的线索,果不其然还真就有了发现在走廊过道的门口有一块小黑板,这没什么奇特的,孩子学写字可能会用到。 但上面的字却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在左上角的位置,竟然有一个类似于毒的字,而且不止发现了一个,另外一个在黑板的中央位置,还有一个在黑板上方,虽然都有擦除的痕迹,但细心的民警还是没有放过它,紧接着一个问题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这个毒字到底代表着什么,是否有着某种含义呢? 很快民警就发现,这几个毒字写的并不正规,大人不会写的歪七扭八,这样说来就是小孩写的,谢家除了13岁的大女儿,还有一个就7岁的小女儿,难不成就是她写的吗? 按理来说,学校也不会让一个小孩子去学习这种字,民警看了小女儿的课本,也没有发现任何跟毒有关的,那么会不会是小女儿? 突然在某个地方看到了这个字眼,然后一笔一画照着写下来了,如果真是这样,家里肯定出现过这种包装袋,这就不得不让民警怀疑 是不是谢家夫妻之间有矛盾,所以准备将一家四口全都送走,不过很快警方就排除了这个嫌疑,首先男主人中毒后,第一时间求救并且还要救她的家人,这种状态不像是投毒人,其次根据女主人身前的监控显示, 她前一天的状态稳定平和,甚至还给家里人包饺子,带去医院看病,同样投毒的可能不大,既然夫妻俩都不是投毒人,那么谁才是造成老些一家人死亡的原因呢? 警方经过两次现场勘验,排除了食物中毒,也排除了谢家夫妻内部投毒的可能 那么谢家人又是怎么死的呢?然而一个令警方没想到的情况出现,原本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的大女儿,因为医治无效死亡了, 好好的四口人,只剩下男主人还活着,想想都觉得痛心,可真相还依旧未能解开 警方决定对谢家的女主人,还有两个女儿进行尸检,查清死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很快结果就出来,他们是吸入了某种零化物的气体,导致肺部中毒最终死亡 于是警方又对谢家人居住的屋子进行了第三次勘验,他们集中精力翻遍了家中所有的东西 甚至连角落都不放过,为了就是找出与林化物相关的毒物,可是找了一天也没有任何的结果,大家都有些失望而归 可就在这个时候,办案民警的身体都出现了异常,有人头晕恶心,还有人拉肚子 最奇怪的是,病的人全是进过谢家屋子的民警,这下清楚了,肯定是空气中就有毒 但是毒物来源始终还没找到,不能因此就中断了办案 民警早就做好了准备,穿戴好了全方位的化学防护服,再次进入案发现场检测 果然屋子内含有大量的零化氢气体,这是一种剧毒并且依然的,随着检测中浓度的增高 终于确定了气体的来源,就是隔壁的仓库里,当即找来了人破开了门 发现里面都是一袋袋落的特别高的玉米粒,仓库主人告诉大家,这是用来做爆米花的 既然不是零化物,为何里面零化氢的浓度要远远高出谢家屋子呢? 就在对仓库仔细检查的过程中,民警发现了一小包一小包的东西 打开一看都是粉末,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原来这是一种杀虫药,叫粮虫镜 是用来对付粮食里的害虫,仓库的主人,为了防止粮食长处 就买了一斤粮虫镜,然后分成一小包一小包,放在玉米粒的各个角落里塞着 那么粮虫镜会不会含有某种零化物呢?民警就将粮虫镜带走一部分 回去后交给了检测中心鉴定,与此同时还在网上搜索一下相关的资料 果然就发现粮虫镜有零化铝 真相马上就要呼之欲出了谢家人中毒的气体叫零化氢 而粮虫镜里有零化铝,从零化铝转化成零化氢气体 只需要一个潮湿的环境,可是仓库里怎么会潮湿呢? 原来仓库的主人是7月4号买的粮虫镜 当天找到了两位亲戚,一起来放置在仓库的各个角落 可谁能想到下午天津就开始下雨 潮湿的空气遇见零化铝之后,开始挥发成零化氢 而仓库和谢家屋子的布局虽然中间各种一道墙 但是上方的空间是连通的 零化氢气体就这样传到了谢家屋子里 再加上屋内还有一个吊扇 通过山峰也加速了零化氢的挥发 吊扇的正下方对Shed就是床 小女儿大女儿还有女主人都睡在上面 她们吸入了大量的有毒物质 而唯一活着的是谢家男主人 因为睡在了角落里的小床上 再加上身体素质比较强 最终才躲过一劫 虽然真相解开了 但可惜的是谢家的三人都已去世 最痛苦的莫过于男主人了 点个订阅不迷路 果然离谱为您申巴社会上的奇闻一事